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告別李克強 照抄李鵬 黨給二字翻車了 北京警察額頭上滄滄地在冒汗 江派與團派聯手打擊習 中國人不斷總結推動變革 中共無法完全控制社會 習當局緊張 伊麗下題 李克強是賢臣還是屠夫? 民調 七成的民眾期待終戰 欲三成願歸還佔領土地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副頻道 今天是美國時間11月2號星期四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一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右下方的CC按鈕 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告別李克強 照抄李鵬 黨改二字翻車了 11月2號 中共前總理李克強的葬禮在北京八寶山殯儀館舉行 根據中共官方發布的信息 李克強的葬禮規格與已故前總理李鵬的葬禮規格一致 習近平等人出席葬禮 有細心網友發現 不僅李克強的葬禮規格照抄李鵬 官媒對李克強葬禮的報導也照抄李鵬葬禮的報導 至於黨媒敷衍了事 超出烏龍 報導稱 李克強在拳救期間和事實後 習近平 李強 趙樂際 王滬寧 蔡奇 丁學祥 李希 韓正 胡錦濤等同志 前往醫院看望或通過各種形式對李克強同志逝世 表示沉痛哀悼 並向其親屬表示深切慰問 《新華社》2019年7月29日關於李鵬的報導中寫道 李鵬同志病重期間和事實後 習近平等人前往醫院看望或通過各種形式對李鵬事實表示沉痛哀悼 並向其親屬表示深切慰問 對比上述兩段文字可以發現 黨媒只是把病重二字改成了搶救 黨媒的報導引發外界質疑 有網友在X平臺評論說 黨媒說李克強搶救期間和去世後 習近平等領導人前往醫院看望或慰問 這怎麼可能 李克強是在上海促逝的 難道說專程到上海看望或慰問遺體 習近平跟李克強關係那麼好 北京警察額頭上蹭蹭的在冒汗 江派與團派聯手打擊習 中共前總理去世 戒逢西方愚人節 二號北京風聲鶴唳 北京靠近天安門中南海的地鐵站都被封鎖 北京地鐵1號線天安門和八寶山不停車 就是在大街上看 包括高校也是 絕對不允許聚集悼念 道路媒體人王興對大紀元說 國內那些平臺抖音快手上發的視頻都是秒山 傳上去就沒了 包括淘寶上李克強那本書淘寶買不到 平時能多少人買 太納悶了 異議人士也被警察上崗 資深媒體人高瑜週三上午發推文說 兩天敏感日不許出門 王興說 在北京三里屯萬聖節民眾歡呼的時候 我發現警察額頭上蹭蹭地在冒汗 生怕出現大問題 特別緊張 而北京特別冷 那個燈光打得特別明顯 三里屯那邊是使館區跟一些駐外機構 外國人這種活動特別多 北京也沒有像上海那麼開放 市莊變裝城 維尼 大白等 他說 帶有政治含義的東西 絕不可能在北京街頭出現 對於北京和上海同時萬聖節表現卻不一樣 王興認為 不排除江派與團派部分人聯合起來 在能控制的區域內開放民意 藉此去打擊習派 中國人不但總結推動變革 中共無法完全控制社會 習當局緊張 現在習近平當局也在評估 但是他搞不清楚一點 就是總以為有人 學生啊 或者境外的所謂反動勢力借這個事來發動政變搞學潮 其實從採訪中發現 人家年輕人根本就沒這想法 北京媒體人王興對大紀元說 官方天天躲著 弄得這是緊張兮兮的 實際上 人家壓根就沒這個念頭 你越這麼弄 反而顯得你沒有底氣 官方通告沒有提及李克強追悼會及時間地址 王興說 八寶山那個地方 全北京老百姓都知道 你覺得誰敢去呢 2019年毛澤東秘書李瑞去世時 有人剛去了 就被北京國安局打電話來找 因為你是敏感人物 絕不能讓你接近那個區域 王興還說 在經歷了那麼多項白紙革命 茉莉花革命 包括18年那種大三步運動 很多人從中吸取了教訓 就是不斷去總結 所以現在很多人不願意去明確表達 但是通過一些非常細微的觀察才能看到 在推動這個社會變革 他認為一些看似很普通的行為 但是讓當局在維穩上感到非常棘手 就是可能你吃飯 不經意間你就傳那個卡片或什麼東西 他可能沒發現 這種他們根本抓不到 沒辦法對人的生活行為能夠完全掌握 現在就是這樣 伊利夏提 李克強是賢臣還是屠夫 李克強去世後 世界維吾爾大會執行委員會副主席伊利夏提 在自由亞洲電臺撰文說 漢人站在中國立場評價中共高官 喜歡矮子裡面拔將軍 我站在維吾爾立場評價中共國殖民官員 看不到中國殖民官員有好人 令人遺憾的是 共產黨的長期洗腦統治 使中共統治下一大批人 失去了基本常識和正常邏輯思考能力 他們不假思索地接受制度的邪惡 把壞人當盜 惡人野蠻暴虐的社會當作了正常 把正常人應具備基本品德的社會當作需要以讚美嘉獎才能實現的社會 這使得一大批中共官員得以成功在正的盆滿钵滿銅時還能輕始留名 唯唯諾諾的李克強 因一句六億人收入不足一千元 而又以平民總理被悼念 一想 一個能在共產黨攪肉機裡 混到共產黨中央政治局七常委之一 擔任一人之下 萬人之上的國務院總理 升官這一路下來要踩下去多少人 為了創造政績 要折騰多少人 又要讓多少普通百姓家破人亡 妻離子散 就李克強而言 我就不說他擔任河南省委書記期間 為創造政績實施的血漿經濟製造的艾滋病氾濫 也不說他在遼寧執政期間的一團糟的經濟政策 也不說他作為具體執行維吾爾種族滅絕庫里陳全國後臺 將其由河南升任河北省委書記 再有河北升任圖伯特黨委書記中所起提携惡人作用 作為維吾爾人 我只想以事實談談他在維吾爾種族滅絕中的頭號幫兇責任 在維吾爾種族滅絕最血腥期間 李克強是中共政治局排名第二期常委 是習近平中共種族滅絕政策的設計者之一 同時他還以國務院總理職權 帶領國務院負責維吾爾種族滅絕政策的具體落實和執行 包括撥款 擴建集中營 監獄 增加武警和警察編制 當然也包括對兵團囊括的政策支持 資金專項撥款 技術 對口支援和政治移民安置等 民調 七成俄民眾期待終戰 與三成願歸還佔領土地 總部位於莫斯科的獨立研究機構列瓦達中心 稍早公布最新民調 顯示該國人民普遍期待烏克蘭的戰士告一段落 70%的俄羅斯人樂見立即終止戰爭 34%的受訪者同意在歸還衝突期間佔領與吞併領土的條件下停戰 對於終戰 9%的人表示不太支持 12%的人表示完全不支持 9%的人覺得很難回答 57%的受訪者不太支持或完全不支持歸還佔領和併吞土地 列瓦達中心於10月19日至25日對俄羅斯各地的1608人進行上述調查 顯示有機會回到過去並影響發動戰爭的決定 41%的受訪者表示會反對發動戰爭 43%的受訪者會支持發動戰爭 18至20歲之間的年輕受訪者有69%希望談判結束衝突 46%的受訪者預計戰爭將再持續一年 而23%的人預計戰爭將再持續6個月到一年 我們每天在副頻道發表一個視頻新聞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朋友們每次暗動油管的特別感謝 都讓我們深深地感受到您的關愛和支持 尤其感謝純粹為贊助我們而加入會員的朋友們 我們唯有做得更好回饋您的幫助 請您點贊 轉發和留言讓更多人受益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選全部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再會